十字路口三角窗攤販發生大火 猛烈火蛇不斷竄出 还伴随大量浓烟 消防人员紧急步水线灌旧 但火势猛烈 现场不时传出爆炸声 消防人员从四面八方射水 停在路边的轿车最惨了 几乎被烧的只剩下骨架 还波及了7辆机车 由于起火周边都是攤贩 也加快了延烧速度 几分钟的时间 整片三角窗陷入火海 大户地点就位在高雄三明区的 大昌一路跟大雨路口 25号下午一点多 一家素食面摊在收摊过程 疑似瓦斯突然冒火 店家一度洒水响扑灭 没想到引发连环爆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还好当时店家已经收摊了 没有客人再用餐 倒是把正在洗碗的员工 吓出一身冷汗 现场瓦斯桶相当多啦 大约十来多桶 那所幸都没有发生爆炸 或者是其他引发其他的意外 这场大火动员20张消防车 52人抢救 现场一度封接警戒 还好大火顺利在30分钟左右扑灭 最后确认没有人员伤亡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只是都已经打烊了 怎么会起火 还有待火吊科进一步确认厘清 即便新闻 你在这牛选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